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李宗盛的团建制完好 就让他承担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 在李宗盛的防区 日军全力进攻 李宗盛也抱着必死的决心血战到底 最后部队打到仅剩下200人 才得到了上级下达的撤退命令 这时李宗盛才得以带着剩下为数不多的士兵脱身 之后他带领贵军在大别山里和日本人打游击 他的部队灵活激动 在树林中像猴子一样随心所欲的穿梭 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 但李宗盛并未专心抗日 他协助蒋介石发动瓦南事变 给了新四军致命一击 之后新四军重建 李宗盛也经常和新四军发生摩擦 坦白重启就是很器重李宗盛 哪怕他还有很多其他令人诟病的行为和习惯 抗战胜利后 李宗盛帅部队进入南京 不顾蒋介石的脸面自诩为老大 在城中随意敛财 还给汉奸封官徐决 让诸多黄土将领联名上书奖介石 好在白重启从中斡拳 才大势化小 张领府命葬孟良故 正是因为第七军中搞内讧 没有全心全意拯救整编 第七十四师 事后所有相关将领全部受罚 李宗盛也不例外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又是白重启把李宗益救了出来 让他的刑罚从三年变成了三个月 而且出狱后 他就接任了第七军的军长 解放战争后期 刚七军被四野歼灭 李宗益逃到广西避难 然而他还难不及转移广西就被解放 他也在平南被解放军俘虏 因为李宗益在抗战期间滥杀无辜 罪孽深重 他被判处死刑 他也成为解放战争中唯一被枪决的军长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